大家好,我是爱折腾的小杰 欢迎来到我的YouTube频道 如果你也爱折腾爱生活 记得点击订阅按钮并打开小铃铛哦 这样你就能第一时间看到 我们每周更新的精彩视频 现在,让我们开始今天的内容吧 100块钱淘了个小主机 装了个NAS系统 在虚拟机里搭建一个个人网站 想起什么域名都行 就是你就百度和谷歌都可以 这是我2008年建的博客圆满 当然了在NAS系统的虚拟机里面 我们也可以装一个自己喜欢的操作系统 之前我是做网络一户的 很青睐于服务器系统 磁盘占用空间只有一到两个G 内存占用也非常的少 这个系统的优化是上海绿茶 应该在那个年代做网络一户都用过这个系统 没有装飞牛NAS系统 而是装的黑裙 很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应用的丰富度 还可以用它来做监控的录像机 传统的录像机功能都是有的 而我喜欢的点就是它的延时拍摄功能 我们可以设置时间的压缩笔 把一天24小时的录像压缩到几分钟内 首先调取监控更方便了 可以用短短的几分钟快速预览一天的变化 比如说我们丢了一个东西 可以快速定位到哪个时间段 再去录像里面细时查找 就不需要盯的录像在那一分一秒的看了 而且呢存储的录像文件非常的小 我们可以很轻松的记录一下一年四季的变化 没事的时候打开电视回放一下一年四个季节 来感叹一下时光的流逝 音乐 还可以当做一个视频转换器 平时拍摄的视频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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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就可以把虚拟机的IP地址填到这里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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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是 而NAS 感谢观看